善恶报应的时候已到 那在研究之前呢 请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爱我们的主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主你借着圣经告诉我们 你已经得胜死亡 说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出死入生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你的圣灵 开导我们的心 说我们能够继续的在圣经里 明白你所要教给我们的真理 我们将今天晚上的聚会 恭敬的交在主你的手上 求主保守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明 那我们在我们回答 我们谈我们今天的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把前面讲的问题 稍微的复习一下 因为前两天我们都谈到这个人的这个人的主成人的命运 那么我们谈到有两种这个道理 一种圣经的道理呢 就讲人是尘土做的 上帝给我们这个生命之气 然后我们就变成这个人 人死了以后呢 就回归尘土 等候复活 那么头一时复活的人呢 就是义人复活 一千年以后呢 恶人复活 那么恶人复活以后呢 他们的命运就是被扔在火壶里边 永远的焚烧 被永火焚烧 然后呢就死了 就不再存在了 当他们得到了他们当得的报应之后呢 那么上帝的义怒也发完了以后 一切就不再存在了 这些恶和恶人都会消灭 我们也谈到了 在基督教界流行了一种错误的理论 就所谓的灵魂不朽 说灵魂呢 是不会死的 根据这种理论呢 既然灵魂不朽的话呢 他们就谈到 既然灵魂不朽 所以人死了以后呢 那么就会有一个灵魂 从这个身体中间出去 那去哪呢 义人呢 他就说升天 恶人呢 就下地狱 我们从前几天的考察 我们发现 耶稣基督死了以后 也是在坟墓里 也没有立即升天 我们发现这个道理呢 是撒旦在伊甸园的 对人类的第一个欺骗 今天呢 以同样的一个欺骗 继续的欺骗着人类 在圣经里边 耶稣讲到 在末日的时候 撒旦呢 要欺骗 要大行迷惑 甚至于连选民都被迷惑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 基督教会呢 顺行的 在讲台上讲的很多的道理 并不是圣经的道理 而是魔鬼的欺骗 那我们所以看到 圣经里面讲的 正在应验 上帝的教会中间的选民 也很多人呢 被这个鬼魔的道理 所欺骗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把我们的思绪 稍微理一理 看这个人类 从创造到现在 他要走的一个 什么样一个过程 我们看到 简单的一个过程 首先是这个创造 撒旦诱惑人类呢 所以造成人类的这个堕落 而上帝呢 要用救赎的计划 把人类呢 从这个堕落中间 拯救回来 回到这个创造的这个 原始的上帝的这个计划 那么为了拯救呢 耶稣第一次来到人间 降生为婴孩 在这个发生 在将近两千年以前 那么后来呢 他在十字架上死了 为我们赎罪 死了以后呢 复活升天 那么现在耶稣在哪里呢 现在耶稣在天上的圣所 在至圣所做大祭司 将来呢 他要第二次回来 接义人呢 回到这个天家 耶稣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时间 圣经上讲 没有人知道 但是他给了我们 很多的征兆 表明这个时间快近了 我们明天晚上呢 将谈这个问题 那么 这个义人复活以后呢 地上呢 要经历这个千禧年 最后呢 耶稣要第三次 再来到世上 这次来呢 他就要带着 所有的义人 一起呢 回到这个地上 那么第三次降临以后 当这个圣臣耶路撒冷 降下来的时候呢 撒旦和他的使者 和这个恶人 就来攻击这个圣臣耶路撒冷 这个时候呢 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就烧灭这些个恶人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第二次的死 火湖地狱 都是在这个时候 那么当恶人 完全的被烧灭以后 包括撒旦 最后也被烧成灰以后 上帝呢 要更新一切 重造新天新地 从那个时候开始 人类进入一个新的纪元 人类的历史 这个犯罪的历史 和罪恶的历史呢 第一个阶段就结束了 人类就进入一个永恒的开始 所以这个呢 大致地表明我们 这个人类在要经过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现在大概在哪一步呢 我们现在是在这一步 就是耶稣在天上的圣索的 这个部分 那么后面这些呢 还目前还没有出现 但是按照圣经的预言 这一步一步的都会应验的 因为圣经的其他的预言呢 都已经应验了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这个后面的预言 也必然的应验 我们昨天呢 谈到了这个地狱 谈到了阴间 那么有人呢 就读了圣经以后就觉得 不对啊 耶稣死了以后 他并说是没有升天呢 没错 但是呢 说耶稣去了阴间了 去了地狱了 他怎么讲呢 他就读了这一段经文 这里说呢 因基督也曾一次的为罪受苦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 按照肉身说他被自死 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 好 请看下面这句 他借着这灵 曾去传道给那些 在监狱里的灵听 回头一下 那么很多人呢 读圣经就读到这一句呢 就读到这个逗号呢 就不读了 你看他说 耶稣呢 曾借着这个灵去哪里 去监狱里边 传道给那些 在监狱里的灵 让他们来听这个福音 就说明耶稣死了以后呢 去哪里了 去阴间了 去地狱了 其实呢 这个监狱的灵呢 我们继续从圣经里 读下来的话呢 就是呢 从前在挪亚 预备方舟 上帝容忍等待的时候 不信从的人 当时进入方舟 借着水得救的 不过不多 只有八个人 说明这些人 圣经解释这些人是谁啊 说这些在监狱里的灵 就是那从前 在挪亚的年代 那些不顺从上帝的人 而不是什么阴间的鬼 在基督教界呢 这种讲法非常的流行 两年以前呢 我在仪宝 在仪宝呢 做一次这个布道会 是在 卫理工会 当时呢 这个是很多教会 大部分的教会都参加了 那么是由 这个Full Gospel Business Ministry 他们来举办的 那么我们在讲完圣经里 讲到死人这个睡觉的 这个过程的时候 当时就有很多的牧师 站起来 就问这个问题 就说耶稣在监狱里去传道 就是去下了阴间 不下十个牧师 站起来问这个问题 我说请你们打开圣经 只要读圣经 继续往下读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即便是今天在教会 做牧师的 都有可能对圣经呢 断章取义 读一半就不读了 圣经明显的话 但是他们就可以在这里停下来 就把这一部分来拿出来 如果我们从 用这样的方式来读圣经的话 什么教义 你都可以从圣经里拿出来 圣经里说 那不如我死了 那我就去死了 就建立一个教义 不如我去死了好了 那这样的读经 在基督教界 居然成为了一种风尚 我刚才讲到了 有那么多的牧师 都是这样读经的 他们所带的教会 又会如何呢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 我们在这次讲到 我们很多的 我们就是把圣经拿出来 让大家完整的来看 圣经的话 而不要追求 人所建立的任何的学问 所以从这里再次告诉我们 我们唯有信靠上帝的话 而不是某某牧师的话 我们才能够把握 真正的真理 事实上的圣经讲 什么是监狱呢 耶稣在世上来的时候 他想 他主的灵高我 怎么样 要我传好信息 给谦卑的人 才我医好 这个伤心的人 报告被掳的 得释放 被囚的出监牢 我们在世上的人 都是被撒旦所求的 都被他关在 这个罪恶的这个监狱里 所以耶稣说 我们在世上的人什么 是被囚的 所以他借着这个灵 传到给我们在世上的人 也就是传到给那些 在监狱里的灵来听 所以圣经里边 很清楚的一些解释 我们昨天也谈到了 这个财主和拿撒路的 这个故事 我们这里 昨天有一些人说 是可能没有听清楚 这个故事反反复复的强调 从他里边所讲的事实来看 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一个故事 而不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 我们昨天 昨天谈到了 说这个 这个穷人呢 去了亚伯拉罕的怀里 而不是去了天堂 亚伯拉罕他能报多少人呢 那么这一切都表明 耶稣是在讲一个故事 通过这个故事要达到一个 他要讲一个教训 这个教训就是他最后的一句话 人如果不听圣经上的话 有任何的神迹奇事 他们都会不听劝 所以耶稣在落实到最后呢 还是让我们建立在回到圣经上来 所以这个故事中间 这个饼 在圣经里边 这个玛纳代表着什么 上帝的话 所以犹太人出这个埃及的时候呢 上帝从天上降玛纳 四十年的时间 后来呢 上帝说 我降玛纳给你们是要试验 你看你们听不听我的命令 守不守我的诫命 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那么后来呢 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 他就说 我就是从天上什么 降下来的粮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那个玛纳 还是死了 人吃了 我就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就怎么样 永远不死 他说我的血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所以这个玛纳就象征着耶稣 那么油的人并不珍惜 这个天上降下来的玛纳 他们吃这个玛纳的时候呢 总是有一些肾的 我们看到了这个桌上呢 有一些碎渣掉下去了 这个被象征外邦人的这个呢 得到了 我们请看一下圣经里边 耶稣行神级 第一次呢 行神级 让五饼二鱼喂饱了多少人 五千人 五千人吃完了以后呢 还有多少肾的 十二框碎扎盛的 圣经里边十二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 从他们有这些 吃的时候有一些碎扎盛 说明犹太人怎么样 不珍惜上帝的话语 后来呢 犹太人上帝又 耶稣请另外一个神迹 这次呢 喂饱了多少人 四千人 有多少框盛的 七框盛下来的 这表明再次表明犹太人 根本都不珍惜上帝赐给他们的灵粮 所以呢 总是有一些碎扎剩下来 那么这个碎扎呢 后来就是我们外邦人呢 那本来赐个犹太人的福呢 临到了外邦 所以这个故事里边所讲的 这个饼 这个碎扎 都是讲到犹太人 外邦人的这些问题 那些被犹太人拒绝的上帝的福分 那么外邦人呢 伸手去接过来 用在自己的身上 那么外邦人呢 读圣经 珍惜上帝的话语 而恰恰是上帝的选民 犹太人呢 今天很多数人 并不接受这个耶稣 所以这个故事的教训在这里 而不是说 有那么一个阴间 有那么一个亚伯拉罕的怀 这两个地方呢 一死人一去了 就往那个地方走 这是耶稣用这个 来说明一个比喻 这个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 善恶报应的时候 已经到了 我们在人间呢 我们常常呢 就发现人间有很多的 这个事情不公平 有一些恶事 有一些好事 那我们都希望呢 好人得到好报 恶人得到恶报 中国人呢 有一些流行的 一些审判的一个观念 第一个呢 中国人相信呢 上天会审判人的 在道德经里边 就讲到天网 非非 灰灰 疏而不漏 我不是很清楚 我以前有没有给大家解释 什么叫道德经 道德经呢 不是这个 讲现在所谓的道德的这个观念 道德经是 一共是八十一章分为两部 全部半部分叫做道经 后面呢叫做德经 道呢 德就是去得道的那个方法 道德就是道和得道的方法 叫做道德 那么后来把这个引申为 我们今天的这个英文讲的 Morality 好像人的道德品质的这个意思 但是呢 道德经呢并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道德经不是一部讲人的道德品质的这个问题 相反呢 它是一部讲天道 讲圣人的这样的一部书 以及如何去获得这个天道 如何去认识这个圣人的这么一部书 道德经里说 天网灰灰 他说这个老天爷呀 他这个撒的这个网就像 虽然是看不见 看不到他的这个 这个网 但是他撒的很大 但是呢 没有一个人会漏网的 好人坏人都会在这个网里 耶稣基督恰好呢 在圣经里讲了一个比喻 说天国像什么 就像人撒网 对吧 到了时候呢 他要把好人和坏人呢 把它分开出来 把这个网收起来 把好人坏人分出来 这个概念和道德经里讲的概念 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我们在书经里边 就讲天道 福善 贺淫 降灾于下 以章绝罪 说上天之道呢 在于赐福善者 惩罚淫恶的人 当时呢 说天呢 向这个下朝 降下灾祸呢 是因为呢 下朝啊 犯了这个罪 所以呢 在这里呢 表明 天呢 是这个讲善 罚恶的 在 《易经》里边 有这样的话说 即善之家 必有余庆 即不善之家 必有余灾 余秧 说这个人呢 你行善的话呢 你这个 就会有好的报应 而且这个好的报应呢 会延续到后代 行不善的话呢 也有坏的报应 这个坏的报应呢 延续到后代 孔子讲 一个人犯罪 如果得罪天的话 这个报应呢 他说是报应 五代 那么一个人 行福的话 做善事的话 他的这个 好的报应呢 他说是要延续 很多代 那我就常常想 说孔子 从哪里来的 知道这个 恶人作恶的 和报应是 五代 圣经里边 在十条诫命里边 第三条就是什么 爱我 守我诫命的 我要给他赐福 直到多少代 千代 恨我的人 我要向他 施报应 直到第几代 三代 四代 那么这个呢 一个非常贴近的 那么我们在民间呢 还有一句话 我们不但相信 上天会报应 而且呢 知道他报应呢 是有一定的 这个时间 他不是什么时候 都来审判的 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天天有报应啊 或者说 时时刻刻在报应 说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说什么 时候一到呢 所有的事情呢 一切全报 所以呢 我们讲这个 上天的报应呢 就是指针来早 和来迟的问题 这个报应 始终是会发生的 说上天是公正的 那么我们在人间 又发现 这个人间好像是 没有任何的天理可言 我曾经在中国大陆 看到一幅对联 这个对联上呢 横批写着 岂有此理 说修桥补路 不得好死 霍国殃民 鸿扶齐天 照道理应该是 修桥补路 要鸿扶齐天 霍国殃民 是不得好死的 可是他说 现在的社会的 正好是反过来了 害人的 恶人 坏人 他们呢 鸿扶齐天 那些做善事的 就好像他们是恶人一样的 不得好死 中国历史上 这样的事情是 屡见不鲜 中国人传统中间 一个比较受人尊重的 一个民族英雄岳飞 为国家呢 金钟报国 那么最后呢 死于莫须有的罪名 被在风波亭呢 沉水而死 那么这样的一个忠臣 死的是不明不白 可是呢 那个陷害他的那个秦桧 怎么样呢 老死在家里边 得了个好死 现在呢 有人我们到那个西湖啊 西湖 中国西湖那里就有这个岳飞墓 还有呢 秦桧他们在那里的 所以老百姓后来恨这个秦桧 恨得一塌糊涂怎么办呢 就把秦桧和他的太太呢 就这么一拧 所以你活着没有好好受罪呢 我让你死了 也不得好死 给他一拧呢 就放在油锅里去一砸 那就是我们现在的油条 所以呢 寄托了 我们现在吃这个油条啊 最早就是老百姓恨这个秦桧啊 和他的这个妻子 然后把他们让他们下油锅 给他炸一下 这个我们现在就传下来 所以中国人常常用吃的东西来寄托 对这个人的这个尊敬啊 和这是痛恨 比方说这个曲缘 我们中秋节吃这个 这个端午节吃粽子 对吧 老百姓呢 为了旧曲缘的纪念他呢 也是通过这个食物来纪念他的这种 哀思纪念他这种尊敬 我们吃油条呢 也表明了我们对这种奸臣的一种痛恨 在这个史书上呢 常常有一些记载 就是看到这种 好像是不公平的现象 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可是呢孔子啊 有七十个门徒 有一个最优秀的 是叫做炎回 你看他说这个炎回呢 恰恰是最好学的 可是呢 最后呢是最早死的 最早夭折的 孔子这一个人呢 一生呢 他有很多的学生 他最喜欢炎回 所以炎回死的时候 他是放生的痛哭 他说天哪 你不是要杀我吗 炎回死的将来 谁来继承这个呢 谁来发扬天道呢 所以他非常的伤心 那么讲到这个 他说你看这个盗贼 呃 直 他说他呢 是杀人无数 可是呢 老死在家里 寿终正寝 这个哪有什么公义可言呢 所以他也是表现了 对这种 这种不公现象的 一种 呃 一一种不满 这种对世界上出现的 不满的现象 不仅是中国的古今有记载 圣经里面也有记载 你看圣经传道是说 他说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 就是义人所遭遇的 反照恶人所行的 又有恶人所遭遇的 反照义人所行的 我说这也是虚空 好像这样看来的话 做好人也没什么好报 做坏人呢 也没什么不好的 做坏人好 反倒好死 所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这个世上做好人了 因为做好人最终 效果并不是最好的 那么约伯呢 在世上做了很多的善事 在上帝都说他是个义人 他也想不通 他家里突然 之前飞来横货 财产 孩子全部没了 那么他说呢 恶人为何存活 想大数寿 势力强盛呢 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监力 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 上帝的葬也不加在他们身上 他们的公牛之身而不断绝 母牛下毒而不吊胎 他说你看这些个恶人呢 在世上为什么这么横通呢 这个善人呢 为什么又没有得到好报呢 这些恶人有谁当面的报应他们 他们有谁呢 就看到自己招报呢 自己有多少的恶人说 哎呀我是最有应得 有多少人这样招报呢 所以从古至今都有这样的事情 就是好像我们在这个人间的 没有这样的一个公道存在 所以有很多的这些事情呢 这样记载下的 所以是很多人对这个上天的失去希望了 与其这样呢 我不如来替天行道 我来来主持这个公道 所以呢就觉得人间的事情呢 天呢是不管的 对但是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 上帝是要审判人间的 对这个善和恶 他都会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 我们前几天讲到他的报应呢 是通过让人来复活 然后呢来行报应 中国人有句话 什么时候才可以定一个人的罪 或者定一个人为意啊 叫盖棺论定 等这个人死了以后 我们才能来评价这一个人的 一生的这个功德 那么上帝审判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呢 他有什么样的方法来行审判 来体现他的公正性呢 圣经上说呢 他要照个人的这个行为 来报应个人 那你没有行的事情 他不会呢 报应在你的身上 上帝说呢 生冤在我 我必报应 这里边呢有一些经文就是 都是说到呢 上帝要按个人的行为 来报应个人 那么我们看一下上帝 他这个报应人呢 他那个审判 有一些什么样的习惯 请大家呢 先跟我们一起回到这个创世纪 创世纪呢 这个人类刚刚犯罪的时候 看看上帝是怎么来审判的 我们前面讲到这个人类被造的时候呢 上帝呢花了这么多的心思 创造天地 创造这个一切美好的东西 然后呢 还另外造一个伊甸园 把人放在伊甸园 你想象一下我们今天呢 这个做父母的给孩子预备婚礼 预备那么多东西 要付出多少的爱心 上帝呢在每一朵花朵 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色彩 水果 树 这个星星 然后大地 非常的 安排的非常的周到 冲住了无限的爱心 可是呢 这个强道 这个撒旦来了 就说了一句话 就说 你看 上帝是不是说你这个圆中树上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呢 引起他用他这个脑筋啊来发出一个反问 然后对他说呢 你们呢 可以吃啊 吃的日子呢 不一定死 对吧 然后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女人呢 就去吃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 吃了以后呢 他又摘一下果子来给了他的丈夫 他的丈夫呢 他丈夫呢 也吃了 两个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才知道呢 自己是吃身露体 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 编做瓶子 那么这里呢 他吃了以后发现了自己 不过呢 失去了上帝原来赐给他的荣耀的冠冕 圣经在诗篇的第八篇上说 你以荣耀冠冕赐给人类 所以我们原来的人呢 身上是有这个荣光的 但是人犯罪以后呢 这层荣光离开了我们 人呢就是吃身露体 你看 接下来呢 上帝就来 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 对他说 你在哪里 那人说 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害怕 因为我吃身露体 我便藏了 耶和华说 谁告诉你吃身露体呢 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 不可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吗 我们想问一下 当上帝问他 你在哪里的时候 上帝知不知道他在哪里 知道 他知道为什么要问呢 同样的 上帝说 莫非你吃了 我吩咐你不可吃的 那个树上的果子吗 上帝是知道 他吃了的 但是知道他为什么要问呢 上帝要做调查 然后呢 让他自己服罪 因为上帝自己知道一切 但是天上呢 还有很多的森林 都在看这件事情 那些人并不见得都明白 所以上帝呢 调查这个案件 那人说你所赐给我 与我同居的女人 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 我就吃了 那么这个男人首先就推卸责任了 这个事情不怪我 你把这个女人给我 然后呢 坚洁地把责任推给上帝了 你要不造这么个女人呢 我就不会犯罪了 所以我们在今天也还是这样的 有一首歌 都是你的错 没有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没有你的错 怎么了算了 有错都是你的 跟我没关系 那么 接下来呢 上帝就来问这个女人 这女人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同样的 上帝也是在这里调查 上帝知道 她做了什么事情 但是呢 需要她自己呢 共认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自己来认罪 把自己的事情呢 坦白出来 这个女人呢 没有坦白 就是那个蛇引诱我 我就吃了 也是把责任推开 那么接下来呢 上帝调查完了以后呢 这两个人都认罪了 我是吃了 那么现在上帝要做一个审判 你看 他调查的顺序呢 是先调查男人 然后调查女人 然后呢 蛇 你看他行审判的这个 宣布审判的这个过程 反过来了 上帝对蛇说 你既做了这事 就必受诅咒 比一切的深处野兽更甚 你必用肚子行走 终身吃土 你看他来到蛇的时候 他为什么不调查的呢 他没有说蛇你做了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蛇有前科 他以前在天上犯罪啊 这个这个杀伴呢 在启示录里边呢 第十二章就讲到 天天上的起了征战 然后那个米加勒和他的死者 和龙和他的死者争战 这个龙和他的死者 并没有得胜 被摔下来了 说那个龙就是这个骨蛇 所以他在天上呢 上帝已经把他的案子定下来了 所以呢 上帝不需要对他进行调查 就问他 你就干了什么好事 直接对他进行宣判 宣判完了以后 接下来呢 就对这个女人进行宣判 我必多多的加在你怀胎的苦楚 说明什么 说明女人原来怀胎生孩子的时候 是无痛 没有痛的生育 是生孩子是没有任何痛苦的 但是因为人犯罪以后呢 他以后生产要 有这种怀胎生产的这个痛苦 接然后呢 才到这个 讲这个对男人的这个诅咒 所以呢 上帝在这里 我们看到上帝这个调查案件的 一个习惯 他先是调查 然后呢 让人认罪 然后怎么样 宣判 宣判这个处理的结果 我们再看一下 另外的一节 一个经文 是记载在约伯记里边的 这里说有一天呢 上帝的众子来 势力在耶和华的面前 谁也来了 撒旦也来到期间 那么耶和华就问他了 撒旦你原来是从天上被摔下去的 你现在来了 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所以你从哪里来 你看撒旦怎么回答的 他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 往返而来 什么意思呢 我们如果大家看过这个电视剧 或者了解清朝的一点历史的话 清朝有所谓的圈地运动 就是把那个马跑到什么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谁的了 是我的 所以撒旦在这里讲的意思是什么 我在地上走来走去 整个地啊 全是我的 这个地是我往返而来 像我的家一样的 就是我六大的地方 全这个地呢 现在属于我 所以呢 我代表这个地球来参加这个会议 那么上帝就对他说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地呢 还有一些不属于你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听你的 上帝说 你有没有用心考察 我的仆人约伯呢 约伯是不属于你的 约伯是属于我的 那么他说地上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 接着呢 就对撒旦和他提出了一个挑战 撒旦就就说 这个约伯之所以属于你呢 是因为你贿赂他 你给他那么多的好处 如果你把这些好处拿掉呢 他就怎么样 他就要当面的唾弃你了 那我们从这里呢 接下来呢 我们后面的故事呢 大家可能就都知道了 于是呢 这个撒旦呢 去伸手呢 去害这个撒旦就怎么说 你且伸手 毁他一切所有的 他必当面弃掉你 撒旦要上帝伸手 去毁这个约伯 可是上帝说呢 耶和华对撒旦说 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 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 于是呢 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我们人间的灾难 从这里看到 是谁夹在我们手上的 是上帝的手 夹在我们手上呢 还是撒旦的手 夹在我们手上呢 是撒旦的手 现在很多保险公司里边 就有一条条款 一些那个贸易公司里边 也有一个条款 叫做什么 The Act of God 上帝的行为 不可逆转的自然的行为 这些东西叫做 什么The Act of God 但是从这里我们看到 是谁的行为 撒旦的行为 1985年在美国的 加利福尼亚 有一个人的搬家 搬家他一家人呢 就在大的这个truck上面搬 结果呢 这个搬家的路途啊 这个卡车就和另外来的一个车呢 相撞了 相撞了以后呢 他的这个东西全部就 车也翻了 这个人也 他家里的人都给撞死了 但是这个司机呢 这个男的还 这个家长还活着 活着以后他就讲 这个就是这个天理 找保险公司索赔 保险公司说 这个属于上帝的行为 我们没有办法给你赔 他说既然这个属于上帝的行为 那我就要去找上帝了 可是上帝在地上找不着 他怎么办呢 他就把他所住的那个区间的 所有的教会 一起告到法庭 他说你们既然是上帝的教会 那你们来给我赔这个 我这个损失应该找你们 那么后来法院裁决呢 他们就拿了这个经文 就拿了这件经文 是基督徒说 伸手害人的 不是上帝啊 上帝没有伸手害人 撒旦呢 伸手来毁坏人的一切 说这个是对上帝的一个误解 这是不打不相识 后来这个人是一生的怨气 法院没有判这个 这个教会 每个教会的人都去了 这个牧师他都给找去了 但是这法院没有判 这个教会来负责 这个人后来呢 也因为这些事情来明白 人间的灾难呢 是撒旦夹在我们身上的 很多的飞来的横祸 都是撒旦在人间 要激起人对这个上帝的这个愤怒 而害人来引起来的 后来居然这个人呢 参加了教会 感谢主 那么我们从这里看到上帝呢 定案的一个原则 他就是查案 首先他要调查 然后呢定这个案子 然后呢要执行审判 在亚当夏娃的这个案子中间 他执行审判就是把亚当夏娃怎么样 赶出了伊甸园 那我们看到呢 在这个约伯的这个案件中间 有一个控告者 约伯 有一个控告者是谁啊 是这个沙战 有一个保护他的 是耶和华上帝 那么中间还有什么人在那旁听呢 上帝的众子 在那里作为这个旁听 或者我们现在讲这个 叫做陪审员 这个义人呢 受审判的时候 亚当这个亚 这个约伯受审判的时候 约伯自己知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当义人在天上受审判的时候 义人在地上的义人 他们是根本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恶人受审判的时候 他们知不知道 向他们宣判的时候 他是知道的 亚当下 我和上帝直接跟他说 你犯什么罪 直接跟他讲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一个 上帝办事情的一个规律 那么上帝办事情呢 还有一定的时间 你看天下万物 都有定时 生有时 死有时 上帝办事情 他要审判人的时候呢 也是有一定的时间 所以我们在这个圣经里边呢 有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 世人在梦寐无知的时候 上帝并不监察 但如今呢 却吩咐各地的人呢 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立的人 按公义 审判天下 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上帝让耶稣从死里复活 来表明 他的审判 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发生的 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那有人就讲 耶稣从死里复活 我没有发现 我也没看见 那我怎么相信呢 我自己呢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体验 我们现在讲一个人呢 他是有能力的 一个人的名字 都是很有能力的 当这个人他有能力的话 你提他的名字 这个事情就会发生 有时候你要比方说 找一个官员办事 这某某某猜 猜我来的 这个人可能 哇 这个人是个大官 就给你开绿灯了 说明他是有能力的 现在呢 在中国就不会再有人提什么毛泽东了 因为他已经死了 他这个power已经不存在了 那我在以前呢 常常 信耶稣以后就祷告 祷告以后呢 有很多的事情就发生 我是奉耶稣的名在祷告 说明如果他死了的话呢 他的名字不会有能力的 我以前是戴近视眼的 戴了七八年 从八六年戴了九四年 后来在九四年 我信主了以后呢 我的眼睛就被 医好了 完全正常了 但现在我的眼睛是完全正常的 那是这个奉耶稣的名 是这个名还存在 他有这个能力才能医好 假如说他死了的话呢 他这个名字没有任何的能力了 那么我们每一位呢 也可以去求上帝 看这个就奉耶稣的名 去求一些事情 如果这个事情能够发生的话 说明他是活着的 是有能力的 那么这里就谈到上帝的审判呢 有一个既定的一个日子 那么在旧约中间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这个审判的规律 那么旧约里边 上帝审判呢 也有一个和一个日子有关 在旧约中间呢 我们提到有一个圣所 犹太人的这个生活的中心呢 就是以圣所为生活的中心的 那么我们现在考察一下 这个圣所和这个赎罪日 看他和这个审判的时间 有什么关系 那么上帝呢 就曾经吩咐摩西 让摩西为他造圣所 使他呢 可以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 我们在圣经里边 读过圣经的人知道呢 摩西呢 被招到这个圣山上面 去了多长时间 40天 他去干什么去了 第一个呢 他准备了两块这个石板 上帝给他写下十条诫命 然后另外的40天在干什么呢 有没有人知道 他在干什么 上帝在这40天的时间里边 来清楚地告诉他 应该怎么样来造圣所 花了40天的时间跟他讲 这个该怎么造 那个该怎么造 这个该怎么预备 那个该怎么预备 所以上帝就跟他讲 你看你造的时候 要谨慎地做这些物件 都要造什么 在山上 只是你的样式 说明上帝在花这么长的时间 是在帮助他 教他这一套东西 所以后来呢 摩西呢 就按照在山上的这一整套领受的启示 指示 来建这个圣所 那么圣所分为 简单讲的分为三个部分 分为外院 圣所和至圣所 三个部分 请大家注意一下 你去看所有的其他的寺庙 佛家的 其他的 你都会发现 它有三个部分 都是对这个圣所的一种魔法 前面一个部分 圣所呢 是杀羊 宰牛 烧香的地方 接下来呢 一个圣所 然后呢 到一个自圣所 你可以去考察 所有的佛家的寺庙 可以去 他们都分为这个三大部分 那你讲 哎呀这个真的假的 谁在先谁在后呢 谁模仿谁呢 谁抄谁的 那我们这里来打一个比喻 我再拿一张 拿一张美元出来好了 假如说 这个时候一张五块钱的美元了 其实没有什么人造五块钱假币的 一百块钱的人造假币的多 你有没有见过 九十八块钱的美金的假币 有没有见过 没有 有没有见过四十九块钱的 这个马来西亚币的这个假币 没有 有没有见过五十块钱的 马来西亚的这个假币 有 为什么 有真的 没有真的 就不会有那个假的 假的一定是对这个真的模仿 所以真的一定是在前面 假的呢 在后面 真的只有一个假的 各种各样的都来了 这个圣索大概就这么一个结构 那么这边是一个外院 从这样进来 这边呢就出去 那么这个圣索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个家具 那么我们这里呢 有一些图给大家看一下 这圣索里边的这个这个是圣索 这个里边的叫做自圣索 那么这个外面就是杀羊啊 这个在杀那些森树的地方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来探讨这个每一个家具的意义 这里边有灯台 什么成这个香炉 这个呢 橙色饼的桌子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约柜 这里边装了十条诫命的法板 这个呢 两个基督伯 就是两个天使了 撒旦呢 这个魔鬼啊 以前呢 是其中的一个天使 他根本和中国文化中间 那个龙啊 是两样的 他是最美的天使了 上帝呢 就从这个两个基督伯中间出现 显现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约柜了 里面装的是这个上帝的法板 这是另外一个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一个图 这个香呢 象征着什么呢 象征着有几种含义了 一个是上帝的 是我们的祷告 第二个呢 是基督的祷告 这个香味呢 冲到天上 他远近都能够闻得到的 所以你去看看 印度教 佛教 道教 这些个官子们都在烧香 从哪里来的 从这来的 那么这个圣所里边的这个服务呢 它有两种形式 一个呢 是圣所 每一天的这个献祭 还有呢 一年一次的献祭 那么人犯了罪以后呢 就每天的杀一只羊啊 或者是犯罪的大小啊 献祭 那么每年一次的那个献祭呢 那个日子叫做赎罪日 赎罪日来临的前十天呢 他们叫吹号 吹号呢 大家预备好 赎罪日快到了 没有认的罪呢 就赶快认 因为赎罪日来的时候呢 所有的人呢 都要在这个地方呢 被这个 被带进这个 他的罪如果被认了的话呢 就会被赦免 如果没有认的罪呢 或没有悔改的罪呢 他就不会赦免 这个就叫做这个祭司了 大祭司每年进去一次 他的胸前呢 挂了两块牌子 这个牌子的根据他的这个顺和反 这就是中国文化中间打挂的开始 打顺挂 还是打这个反挂 从哪里来的 从这儿来的 这个大祭司呢 如果这个罪啊 人的罪被赦免的话呢 他这两个是顺的 如果这个罪呢 没有这个赦免的话呢 他是他有一个发光 一个不发光 一正一反 所以后来呢 从中国人从这里推演出八卦 推演出这个六十四卦 明天从这个打卦来求问天意啊 通通是从这儿来的 那么在这个圣所里边呢 当大祭司出来的时候 那么他的审判就出来了 如果认罪的呢 人就得到赦免 没有认罪的 他出来的时候呢 就要把那个人猝死 所以每年 到了这个赎罪日的时候呢 就正是犹太人的这个审判的这个时间 所以我们由此知道呢 上帝审判的时间 也就是到那个赎罪日的这一天 就要施行审判 所以呢 我们这里发现呢 赎罪日就是上帝的审判之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耶稣和审判的关系 因为圣经里讲 耶稣是来审判我们的 上帝把审判的权柄呢 交给了耶稣 那么我们看见耶稣呢 他是按 他按照上帝的十个表来进行的 那么当审判的时间来到的时候呢 他也会按照时间来审判 我们看到他按时间出生 当时候到的时候他出生 那么他出生的时候呢 有东方来的博士 看了中间有一个星 那么现在呢 这个星呢 叫做伯利恒之星 这个在天文学上是一个谜 很多人不能解释 是怎么回事 这个星是哪里来的 有一批中国的学者 在中国的后汉书里边 找到了对于这个星座的 对于天上出现的这个奇怪的 这个星的一个记载 在后汉书里头记载呢 就有一颗奇怪的星出现了 出现的时间呢 是十三个月的时间 正好这个出现的时间呢 和耶稣在这个伯利恒降生的时间 是同一年 是公元前的五年 秋天的时候 那么所以有一批中国的学者 就认为呢 这一颗星呢 就是中国人所观测到的 这颗星 就是伯利恒之星 是真是假呢 我们就不去判断了 因为这个星很奇妙 事实上它不是什么星 它是一群天使 因为它以人的这个脚步 在天上出现 带领这个人来走路 天上的其他的星球的出现 速度非常之快 所以中国人所看到的 这一颗出来的这个星 是不是就是他们看到 这群天使呢 很值得中国人去考察的 那么耶稣呢 在他应该受洗的时候 他也来出来受洗 那么他就说到日期满足的时候 该他出来的时候呢 他就出来受洗 出来传道了 那么后来到时间到了 他应该是被人 是应该来为人赎罪 为人而死的时候呢 他就讲 你看他我的时间到了 他没有到的时候 他说他时间没到 后来呢 耶稣呢 在犹太人呢 讲的这个 玉约节的这个时候呢 耶稣被抓 被钉在十字架上 你要是仔细读圣经的话呢 你发现犹太人呢 他是不想在这个 玉约节的抓他的 因为怕这个玉约节 大家在一起过节啊 会出现动乱呢 控制不了局面 但是耶稣站主动 对那个犹太说 你要做的事情 你去做 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去呢 去把那个犹太人 把那个祭司长啊 把这个官兵引过来 那么后来呢 我们看到耶稣呢 在十字架上为人而死 接下来呢 他就升天 那么天上的这个 他去了天上的什么地方呢 圣经上说呢 耶稣 基督并不是进了 人所所造的圣所 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 那也是进了天堂 如今为我们 显在上帝的面前 那么耶稣进去呢 就去了天上的这个圣所 那么在天上的圣所呢 他也是分为两个 他说头一层 藏幕仍然存在的时候 进入至圣所的路 还没有显明 那头一层账目 做现今的一个表样 这是西伯来书的九章 八节九节 说明什么 天上的圣所 也是和地上一样 有圣所和自圣所 那么耶稣进 在地上的这个天 这个祭司呢 是每天只能在圣所服务 大祭司一年 才进到自圣所一次 所以在天上的耶稣呢 他也是 也是一样的 只是说每一年呢 他一生呢 只要进自圣所一次 平时呢 他都在这个圣所服务 天上讲 这个天上的这个样子 是呢 造成天上样的物件 必须用这些技物去洁净 所以天上的这个圣所呢 有人讲 天上的也有污秽的东西吗 很难相信 天上还有污秽的东西 在圣经上讲呢 天上的圣所被污秽了 被我们人犯的罪 把它污秽了 必须去洁净它 但那天上的本物 自然当用更美的技物去洁净 说明它是被污秽了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天上的这个洁净圣所的这个日子呢 在旧约里边呢 就是地上赎罪的那一天 那那一天又等于什么 等于审判的那一天 所以当这个耶稣进到至圣所的这一天呢 也就是审判的这一天了 那么我们在圣经里讲到 上帝定了一个时候要审判 有一道在这个启示录十四章的 第六节七节呢 就谈到有一个审判的时候 他就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 有永远的福音 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 他大声说 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 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 已经到了 应当敬拜呢 创造天地海和重水泉源的 这里这一位天使呢 他就发出一个呼召说什么 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 已经到了 这个时候有一道福音是永远的福音 要传给住在全地的人 人接受和拒绝这道福音呢 将永远的决定他们的命运 这道福音从起初一直传到末后 都是一样的 今天在基督教会呢 我们听到的福音呢 常常只讲一个东西 或者讲了耶稣的出生 或者讲了耶稣的十字架 但是十字架呢 是耶稣的福音的中心 十字架是不是福音的一切呢 不是 因为耶稣如果死了 不复活的话 有没有用 没有用 对不对 耶稣不复活 圣经上说 我们一切所信的 全部完蛋了 耶稣复活以后 他不升天的话 我们有没有希望呢 没有希望 如果耶稣升天以后 不回来的话 有没有希望呢 我们有没有希望 如果耶稣升天以后 就把我们留在这 不管了 那我们还是没有用 所以这个福音呢 包括整个的这个过程 而不是单单的某一个部分 这个永远的福音呢 是讲到从耶稣的这个出生 一直到他最后的来临的 所有的全过程 那么这里告诉我们 审判的时候到了 说明是在天上的 什么时候到了 耶稣进入自圣所的 这个时候到了 进自圣所就是赎罪日的 这个时候到了 这可能比较麻烦 但是呢 我们请大家回去以后 可以继续地考察 这个圣所的道理 那么审判的有一个标准 我们人按照什么东西 受审判呢 现在审判都是有法律 没有法律怎么审判人呢 上帝也是一样的 他是按照他的法律来审判人 那么这个使人自由的律法 受审判 我们要按照这个律法 说话形式 十条诫命 是上帝赐下来的 这个诫命 也是他将来要审判 我们的这个根据 因为十条诫命就放在 那个约柜的 这个法板里面 那么在十条诫命中间 在十九世纪中叶 有一批人呢 就发现 我们在考察这个十条诫命的时候 发现呢 第一条呢 基督徒也在守 第二条也在守 第三条也在守 但是发现这个第四条诫命 当纪念安息日 没有守 当他们发现这个 没有守这个诫命的时候呢 他们就来研究这个安息日 这个诫命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看安息日的诫命就说到呢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呢 是向耶和华你的上帝 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 扑弊伸去 并你城里的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造天地海 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 定为圣日 他们发现 在这个 这个天使传的审判的福音的时候呢 说审判的时候到了 接下来讲一个原因 应当敬拜哪一位 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重水全员的 这句话使他们想起第四条诫命 因为耶和华就是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 他们猛然发现 哇上帝通过这里启示我们 我们原来没有敬拜上帝 我们没有遵守他的这条诫命 应该我们也要像遵守他的其他的诫命一样 来守第四条诫命 今天有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人呢 他说我根本不要守上帝的诫命 我是不守律法 那你就问他 那你不守律法 那你就是犯律法的了 请问你犯了哪一条呢 你就问他 那些他就说 你有没有拜 除了耶和华以外 有没有拜别的偶像 他没有 那你就守了第一条了 你没有拜偶像 说明你守了第二条 你有没有望成耶和华 那你没有 那你守了第三条 你有没有杀人 我没有杀人 那说明你守了第一 又是一条 不可以奸淫 你没有奸淫 说明你还是守律法 但是呢 这些很多的人 就是不愿意守第四条 那么这批人呢 就发现了 原来呢 上帝要看十条诫命审判人 这个第四条 也是他来审判我们的标准之一 我们借着福音呢 就可以进到这个荣耀的 基督的荣耀 福音的 那借着福音怎么样 我们有一个丰盛的荣耀 在基督里边呢 我们有盼望 所以呢 圣经上里面讲 我们世人都犯了罪 犯罪等于怎么样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犯罪又等于违背律法 那么现在这个天使说 要将荣耀归给上帝 是提醒世人应该怎么做 如果说违背律法 就是犯罪 就是亏缺上帝的荣耀的话 那么归荣耀给上帝呢 就是要人守法 要人遵行律法 这样呢 使得上帝得到荣耀 所以呢 这些人就开始向教会去传道 圣经上说 你要大声的呼喊 不要仔细 扬起身来 好像吹脚 向我的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 向雅各家 说明他们的罪恶 雅各家代表教会 我的百姓呢 代表上帝的子民 说明他们什么的过犯 说明他们没有守全上帝的诫命 那么在十条诫命中间呢 他们在这个时候传出一条诫命 就是说 我们守上帝九条诫命是对的 但这一条呢 我们也不应该犯 就是安息日的诫命 上帝说 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 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 称安息日为可喜的 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敬的 而且尊重这日 不办自己的私事 不随自己的私意 不说自己的私话 你就以耶和华为乐 耶和华要使你沉架地的高处 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那么这道信息也被发现 就是我们不应该再继续践踏上帝的安息日 而应该在这日怎么样 调转脚步来遵守安息圣日 由于这一日呢 是上帝让人来遵守的 所以上帝说呢 我们要怎么样 遵守安息日的人 说你被称为补破口的 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 安息日这十条诫命呢 就中间有一条没有被人遵守 就出现了一个破口 上帝说呢 守安息日呢 就是要人 就是补这个破口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那个妇人呢 掉了十块 她的十块钱里面掉了一块钱 对不对 然后呢 她把那块钱呢 找回来以后呢 就欢喜了 上帝的十条诫命 中间第四条诫命 被教会弄丢了 这些人我们应该去怎么样 妇人代表教会 把他找回来 然后呢 才会欢喜 所以呢 上帝号召我们上去堵住这个破口 所以说我们呢 为以色列家重修强缘 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呢 在正地上可以站得稳 那么就是说 当上帝审判我们的时候 我们来遵守上帝的全部的诫命 而不是其中的九条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耶和华的日子呢 可以站立得稳 所以上帝让我们怎么样 他派出一位天使呼召 说我的名啊 要从巴比伦出来 从那些个宣讲 以人的遗传代替上帝诫命 以混乱的神学的概念中间 那些教会出来 来到上帝的真正的教会里边 来到上帝的诫命面前 来遵守上帝的诫命 以基督为我们唯一的榜样 那么上帝这个查案呢 在这个时候传出来 我们刚才考察到了 上帝的这个审判的习惯 他讲到审判的时候呢 是我们想起这个 遵守他的诫命 圣经里边呢 讲到这个审判的有一个过程 那从谁开始查起呢 我们刚才查到这个创世纪的时候 我们发现上帝呢 审判的问的时候 问这个亚当 女人 蛇 他是有一个秩序的 因为犯罪的时候 应该是先是蛇的引诱 女人犯罪 然后是亚当 但上帝审查不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在末后 上帝在天上要审判万民的时候 他有个秩序 怎么样的秩序呢 圣经上说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上帝的家开始 从信基督的人开始来进行审判 然后呢 要审判到其他的人那里去 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在这个 上帝的面前交账 所以无论你信也罢 不信也罢 都会在上帝面前要交账 那么在这个审判的过程中间 谁来做这个主持这个审判呢 圣经上说呢 我又看见了亘古常在者 你看 这些宝座设立上面坐着亘古常在者 在他面前侍奉的有千千 在他面前示例的有万万 他坐着要行审判 审判的时候 他我们讲上帝审判 第一件事叫什么 要调查 这里说呢 案卷展开了 上帝要在这些个 调查这些案卷来审判人 所以这里有一幅话呢 比较形象的表示了 这个审判的过程 上面坐着这个亘古常在者 那么这些天使呢 在旁边示例 作为陪审团 上帝的面前呢 有这些案卷展开 记载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 上帝要根据这些个案卷 来调查这些案卷来做出一个审判 说明谁可以上天 谁呢 不可以 那么这里呢 就讲到 谁主持审判呢 上 耶稣说呢 因为他是人子 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 上帝呢 是以这个 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审判官 来做 来料理这个审判的事情 那么大家可能想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有很多的好处 因为他是过来人呢 他知道做人的难 他在人间做个人呢 他可以来体会到人的一切 可以体谅我们 也能够 以最好的方式来帮助我们 那么上帝审判呢 他并不是要为了来定我们的罪 那么事实上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 如果上帝审判的目的 是为了来调查 哪一个人犯了什么罪的话 不需要审判 通通的我们都要 判死刑 圣经里面讲呢 审判呢 上帝来不是为了要定人的罪 而是要救人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审判的过程中间 上帝是要看 他能够救多少人 而不是要看 他能够定多少人的罪 每一个人 如果我们靠自己的话 我们没有人能够过审判的关 我前几天讲 我小时候偷书 这个你一偷东西 他就犯罪了 这个犯罪的结果就是死 我想每一个人 多多少少的都犯过一些罪 那么我们靠自己 都没有办法来过审判这一关 那么上帝呢 就靠耶稣基督 来帮助我们 来过这一关 如果我们信他的话呢 上帝就只看基督 用他的功劳 来掩盖我们的过犯 那么这里讲 你看 耶稣是我们的这个宗宝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位宗宝 就是那义者 耶稣基督 所以呢 他是我们的辩护律师 来帮助我们来 解决这个 我们在人间的 一切的罪恶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呢 可以成为义 谁是我们的控告者呢 因为呢 已经在我们面前 咒业控告我们的弟兄的 那一位已经被摔下去了 撒旦是在这个天国的法庭 来控告我们的 上帝审判的标准 我们刚才已经谈到过 上帝审判的标准呢 就是上帝的命令 就是上帝的这个诫命 那么他审判的这个依据呢 就是根据 记录在案的这些个书卷 我们在这里呢 看到这个 圣经里面有不同的 这个审判的书卷 第一个呢 是生命册 那么生命册上面 就记载着凡属于表现 表示自己接受耶稣的人 他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面 那么上帝呢 要根据这个生命册上记的名字呢 来调查每个人的案子 看这个人是不是够资格 进这个天堂 当天上的 那么天上的凡属于 不够资格的人呢 他的名字要被抹去 所以这是 凡是在本国的名中 名录在侧的呢 都要得到拯救 所以我们信耶稣 我们的名字呢 就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上面 那么得胜的 得胜这个撒旦 得胜罪恶的 他的名字呢 必不从生命册上被抹去 那么上帝呢 还有这个所谓的记录册 和纪念册 圣经上面说呢 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说 那时耶和华 敬为耶和华的彼此谈论 耶和华彻耳而听 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 记录那敬为耶和华 失恋他名的人 说那些敬为耶和华的人 他们彼此谈论什么呢 就谈论耶和华 就是中国人古人讲的谈天说道 就是聊天呢 谈论上帝的事情 上帝呢就把这个记下来 你看他这个 人为着犯罪流泪等等 上帝都怎么样 都把它记录在册子上面 我们悔改的眼泪啊 我们的这个心声 上帝都有记录 那马太福音上面讲的 人所说的一切的闲话 都要被记载下来 人 诗篇八十七章 讲到这个人出生的 这个地理环境 位置也被记录下来 人的一切秘密的活动 也都被记录下来 所以这些呢 上帝在审判的时候 都有根据的 没有一个人的案件 是没有凭据的 生命册呢 在天上 那么还有一个是死亡册 那么死亡册呢 这些个人的名字呢 这个犯罪的呢 他们的名字写在这个图里 这些呢 没有在生命册上的名字 就写在图里 那么上帝呢 根据这个来判断 哪些人呢 应该呢被 在第二次的时候来复活 那么第一个阶段呢 上帝审判呢 是审判的 上帝的家里的人 是义人 这一次的审判 是在天上进行的 义人不知道 那么现在在进行的 耶稣基督现在 已经在自圣所来 审理这个 那些名字 在生命册上的人 那么有一天呢 他要宣布呢 这个审判结束了 那些 唯义的继续唯义 误会的呢 继续误会 上帝恩典的门呢 要关 当这个大祭司 从圣所出来的时候呢 审判的结果就已经 出来了 那么当耶稣 回到人间的时候 这个审判就已经完事了 以后呢 这个得圣的这个圣徒呢 他还要审判这个天使 审判恶人 所以在第二个阶段的审判呢 就是审判这个恶人和恶天使 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个阶段的 这个阶段呢 是在义人 到天上去以后 由义人来做的 那我们今天就 人间有很多的案件 我们不明白 比如说911 究竟是谁干的 这些人怎么样定他的罪 希特勒 应该怎么样定他的罪 甚至于中国的六四的这个事件 出现的这些问题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些事情呢 当义人呢 复活升天以后呢 我们就来调查 每一件案件 不会有任何的秘密 所以今天呢 我们大可不必为这些个 参政的那么的热心 不会 不要认为天地不公 因为我们将来 每一件事情都会要调查 那么审判的最后一个阶段呢 就是执行审判 所以当耶稣第三次 从这个圣天使 从这个得救的圣人 一起回来的时候呢 要执行审判 把恶人呢 都扔在流环火壶里边 要清除所有的罪恶 我们昨天讲到的 最后这个执行的过程呢 就是第二次的这个死 这个死亡阴间呢 这个都是同样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需要大家 我们现在想看 我们到了哪个年代 这个审判究竟进行了多久 什么时候会 耶稣会出来呢 我们请大家注意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年代 叫1844年 1844年对于中国人来讲 中国历史呢 在这个时候呢 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 从1844年到现在呢 世界上经历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及最近的很多很多的 这些恐怖啊战争啊等等 1844年在 这个法国的巴黎 马克思和恩格斯呢 在这里相遇 他们成为朋友 在这里呢 就有了共产主义的这个概念 是在这一年呢 炮制出来的 1848年呢 共产党宣言就被写出来了 这个达尔文 在1844年放弃对基督教的信仰 开始去旅行 以后呢 就以这次旅行的这个结果 写成了物种起源 进化论呢 被推到一个顶峰 中国在1844年呢 恰恰相反 在这个时候呢 中国的客家人 洪秀全 组织起了拜上帝会 然后呢 大家呢 开始来信这个圣经 请大家注意一个 很基本的一个事实 当洪秀全把圣经 传给中国人的时候 中国人没有说 基督教是洋教 洪秀全建立了太平天国 占领了中国三分之二的土地 有九 有三 九千万人 是说是相信圣经的 不过呢 他们对于这个圣经的道理 也不是很清楚 就想帮助上帝来建立 这个太平天国 结果呢 在与圣经的道路 越走越远 最后呢 走得非常错误 他们这个运动呢 也被清政府呢 镇压了 在帮助镇压这个运动的 还有 这个基督教 派来的一个将军 叫做General Gordon 他带领法国的基督教的军队 和英国的基督教的军队 来镇压中国的信圣经的 太平天国运动 从此以后 中国有了小刀会 有了义和团 人们在从此以后呢 再开始来把基督教 做一个洋教 来开始杀这个外国的传教士 以后呢 这个中国人呢 就认为基督教呢 是洋教了 中国认为这个天主教呢 不是什么天主教 是地主教 因为这个天主教在中国的 有很多的地产呢 读给人呢 一打官司 总是他们赢 所以他们说 你哪是什么天主教 你不过就是地主教罢了 那么 在 1948年开始 就是改正教 就是新教呢 开始传到中国 所以从这以后呢 圣经讲 天国最后 这个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呢 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1848年以后 在世界上各地 大量的印发圣经 有圣经协会的产生 圣经工会等等等等 以及新教传到中国 那么现在新教传到中国 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来讲 我们的命运在哪里呢 我们靠自己能不能够 在上帝的面前站得住呢 我们为了要得到这个永生 我们知道上帝对每一个人 都要按照个人所行的报应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来藏在基督里边 接受他来度过审判的这一关呢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应当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想最后呢 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是我们感觉上帝的审判 是帮助我们而不是可怕的 两年以前我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呢 打了几个电话 后来呢 我在这个美国的时候 用了美国这个 美国电话公司的这个 就给我付了 美国有个电话公司叫CMI 当时我打了这几个电话呢 他们就给了我十块钱 美金一分钟这样的价钱 那我拿了以后就很 我肯定有这样的价钱 这是六毛多钱一分钟 结果就打电话找这个公司 向他这个 说你这个搞错了 应该把它改过来 结果这个公司的是 每次接我电话的是美国人 始终不肯认错 我就把他们的单子接给他 我说你给我的这个promotion的单子上说 才六毛钱一分钟 你怎么要按十块钱一分钟收费呢 后来始终得不到解决 结果有一天 我就打给他的中国代表 打给中国代表 以后这个中国代表一听到 他是说我们搞错了 一下子就给我还回来了 五百多块美金的这个credit 这里我想说明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中国人 他能够理解 他能够同情我们 现在耶稣呢 是天上的代表我们人 他能够理解我们 能够同情我们 如果我们信靠他的时候 他在这个审判的这个关系上面 他会站在我们这一边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失去这个好机会 阎罗王绝对不是审判官 这一位仁子耶稣才是我们的审判官 愿我们抓住他 能够走到永生这一步 好 谢谢大家